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做蛋糕可以與文學拉上關係 例如Munland de Poste 這樣又可不可以與外交拉上關係呢? 提到這樣的問題, 深水清的朋友當然知道是可以的 答案是法國的Boudoir 先解釋一下這個與普通話發音 Boudoir的字的意思 如果大家用Google Translate去查 會得出這樣的奇葩翻譯 歸房 Boudoir絕對不是歸房 如果看Google Translate的法文解釋 它有兩個 一是Petit Salon Elegant 即是優雅的小客廳 二是Biscuit Sèque Heu Gouvert de Sucre 二亦是乾的,覆蓋了糖的曲奇 這兩個解釋就對了 其實按法國權威字典 La Housse的定義 Boudoir的原意不單是優雅小客廳 而且是指從法皇路易十五初期開始 專門給貴婦用的小客廳 更具體地說 它是因為當時上流社會招待奔客 會在大廳舉行宴會 但用餐後 那些男人會繼續留下聊天 談論正經大事 那些貴婦不便參與就會備職 但去哪裏呢? 當時的宮殿或豪宅 在大廳和睡房之間 還會有一個小客廳 這個就是Boudoir 最適宜貴婦聚在這裏 一起談談閨密話 可能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Google Translate將它譯為閨房 但這樣是錯的 明白了這個字的真正意義之後 接著的問題就是 為何小客廳會變成曲奇 還要與外交拉上關係呢?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 首先要講兩個歷史人物 分別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法國的一個傳奇外交官 他的名字很長 要大力吸一口氣才讀得完 Charles-Maurice de D'Aleron-Bérigord 幸好法國人一般都簡稱他為 D'Aleron-塔列朗 否則每次讀完他的名字 都覺得快要喘氣 其次就是法國或時代高點師 亦都是D'Aleron的總廚 Antoine Gareme 卡漢姆 言歸正傳 講回Boudoir為何會有這個意義的變化 話說D'Aleron這位外交家 從路易十六到法國大革命 拿破崙和後來波旁王朝復辟 一共做過五朝的高官和外交官 雖然他的為人經常被評為狡詐 又不斷背叛主子 但他的外交手段非常高明出色 例如有一段時間 他是拿破崙極之以重的大神 拿破崙雖然在戰場上所向無敵 但在戰場以外 他就要靠D'Aleron提供情報 即以掌握歐洲局勢 同時以外交手段 克服很多戰爭解決不到的難題 因此 縱使拿破崙對美飲美食沒有追求 但亦都應D'Aleron的要求 斥巨之買下一座豪華宮殿 Château de Valencia 讓他作為司宅 讓他在此經常舉行宴會 D'Aleron為何要舉行這麼多宴會? 當然不能排除他是為了美飲美食 追求個人享受 但更重要的是 他要利用這些宴會達成外交目的 為此他聘請了當時法國 甚至是歐洲最出色的高點師兼廚師Garham 擔任他的總廚 帶領他的廚師團隊 在一整年之內每晚的宴會 都要準備令人滿意的新菜式 而Garham亦都不負所託 很出色地完成了D'Aleron交給他的任務 有豪華的宮殿 歐洲最出色的廚師 D'Aleron也是一位出名的食家 出席的宴會就是享受 因此歐洲各國的皇室貴族 大臣師節、富商名人都樂意參加 正是在這些場合被D'Aleron大顯身手 有歷史學家說過 通過這些宴會 D'Aleron的私人豪宅Château de Valencia 亦都變成歐洲最大的情報收集中心 因為各國主要的軍政人員、銀行家 最有影響力的上層社會人物 都成為了他的座上客 而D'Aleron就在宴會舉行期間 神不知鬼不覺地獲取重要情報 同時解決了不少國家外交問題 他們怎樣操作呢? 當然不是在宴會大廳中 明刀明槍地提出他想要的東西 而在飲飽食醉、戒心解除之後 將目標人物拉到貴府小客廳 手裡拿著一杯葡萄美酒 嘴裡吃著飯後甜點 當然少不得的還有美女 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之下 密談 就甚麼難纏的事都可以很容易解決 這種做法被學人叫做Diplomacy de Boudoir 意思即是貴府小客廳外交 亦都是D'Aleron成功的最大秘密 而Gamme作為D'Aleron的重要助手 亦都心領神會 知道老闆在這個時候 需要一些簡單方便的停點 於是將當時一種和香檳非常配搭的 長型糕點進行改良 並且將它命名為Boudoir 這個亦都是D'Aleron外交的代號 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會想到 美食原來除了為人帶來享受 還可以發揮這麼重大的社會功能 事實上 拿破崙後來戰敗和被流放之後 歐洲召開Concret de Vienne維也納會議 討論歐洲日後的秩序安排 D'Aleron又代表法王路易十八和各國談判 本來法國作為戰敗國 只有任人宰割的命運 但D'Aleron再一次藉著Gamme和他的廚師團隊舉辦言席 各國師團知道有嚮往已久的盛宴 於是都受到吸引而踴躍出席 結果D'Aleron作為宴會的東道主 加上他的能言善道 終於為談判爭取到主動權 並且保住法國的主權完整 說回來 Gamme當年是根據哪一款糕點改良做出Boudoir的呢? 原來就是現在法式糕點其中一個基本功 Biscuit à la cuire 據說他是16世紀Gatrine de Médicis 卡特林德麥地奇 從意大利佛羅倫斯駕入法國王室時 由跟隨他來到法國的一個廚師所創 去年法國蛋糕師傅打好這個麵團之後 會用羹將它定型成長條形 所以叫做Biscuit à la cuire Cruire就是羹 不過意大利亦有一款叫做Savoir Yardy的糕點 與Biscuit à la cuire非常相似 我估計它可能最先在意大利出現 後來傳到法國才變得更出名 其實Boudoir和Biscuit à la cuire的做法和外形都非常相似 很多法國人都不知道他們的分辨是什麼 但是據行內人說 Boudoir是較乾和甜 因為用砂糖做出禮 雞蛋用量也較少 而Biscuit à la cuire就沒有那麼乾 外脆內軟 不是用砂糖而是用糖霜做出禮 不及得Boudoir那麼甜 雞蛋用量也較多 不管怎樣 兩種糕點的英文都叫做Lady Fingers 中文根據英文翻譯 變成手指餅乾 最後Boudoir或Biscuit à la cuire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我會分開展輯一段視頻做介紹 但是因為我只是業餘愛好者 不是專業糕點師 網上有很多拍得比我好的製作短片 如果只是為學會怎樣做 看我便沒有什麼作用 不過我會用中法雙語做介紹 既可以給我的法國同學看 他們知道我做這個飲食法文視頻 很想知道我搞成怎樣 但一直都聽不明白中文 另外就是給友誼去法國學高點的朋友 提供一個預早接觸高點法文的機會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今次就講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ерх eyeball往對方 spoiler Republican taper 深編